好 我們要再次跟各位強調 觀念題 相同條件下 比熱大的東西 溫度難升難降 可是這句話有個前提 什麼前提呢 質量要一樣 這個是最古老的儀式 出質量不一樣 後來不幸的 學測也考了儀式 質量不一樣 因為學測最偉大 學測考過之後 大家就愛考 其實以前很少人考質量不一樣 水能比熱這樣 液體比熱這樣 加一瓶三個 巴拉巴拉巴拉 加一百克 比一百克 比兩百克 請問你正式圖誰對誰 誰對誰 看 ABC對加一瓶還是什麼 來 紙畫一刀 橫畫一刀 A的溫度上升最快 B 騎士 C 最慢 對不對 OK 看出來 直接的 紙畫一刀 加熱時間相同 表示吸收一樣的熱量 H 是一樣的 OK H 一樣 2S 壓大T 一樣 就寫1 然後假的只要100 乘以1乘以壓大T 所以呢 1就是100 壓大T 壓力是百分之一嘛 對不對 百分之一 1 一樣 升進去 100 比任1-6 巴巴巴巴巴 算成60 還有一個比 一百二 這樣算起來 根據這樣算起來 誰溫度變化最快 百分之一的嘛 對不對 誰溫度變化最快 一百二十 60分之一的是不是變化最快 對不對 60分之一比較大 對不對 然後220分之一比較小嘛 所以呢 以溫度變化最大 比最小 所以 以要對誰啊 以要對A嘛 那 丙要對誰啊 丙要對C嘛 所以答案選B 所以答案選B 這個質量不一樣 就是歷史上最早一次考值量不一樣 然後就沒有人考過了 然後不信的 920學生出了一體 920學生出了一體 他說一公克的油上升一度要0.6卡 這要告訴我什麼 比6叫做0.6 OK 一公克的上升一度要0.6 所以是一卡 OK 某液體是0.5 比就多少 0.5 然後呢 有給我 有給我85克的水跟85克的油 然後呢有170克的某液體 然後問你加熱曲歇落在哪裡 落在1什麼意思 比甲更容易溫度上升嘛 落在3什麼意思 比你更不容易溫度上升嘛 更難上升嘛 那你要先知道誰 這個有一個是油有一個是水對不對 你要先決定 講給你誰是油誰是水 然後再看那個170克會往哪裡 怎麼看 H等於2S 2T OK 你加熱一樣的時間 熱量一樣 M乘比熱就要2T嘛 2S就要2T嘛 所以你要代表不是S 要代表看的是什麼 M乘S 當質量不一樣的時候不是直接比比熱 看誰大誰小 是要看質量乘比熱看誰大誰小 聽懂我意思嗎 H等於2S 2T 質量不一樣要看M乘S 所以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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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哪一個 想一下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質量不一樣不是直接比比熱大溫度不容易變化 是要看什麼 質量乘比熱看誰大誰才是不容易變化 那你知道代啊 815啊 170啊 上面寫就告訴你比熱啊 前面就是一公克一度細根告訴你比熱啊 所以答案應該多少啊 答案應該多少啊 好 帥哥美女 停車站結婚 答案應該多少 找一個可愛小女生吧 有可愛小女生嗎 有6號 6號不在 你們班沒有10倍號 2號 8號 小老師大人 起立 答案 沒有 來我再撐一個好了 因為這個是學測 再找一位 帥哥30 你選豬喔 請坐 那小姐你呢 比照辦理嗎 沒講話就當作不知道答案 好來 答案叫做 直接一刀 好 熱量一樣 H一樣 相同質量溫度變化的比熱比較小 所以知道假西游宜是誰 這個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好 來算 因為質量不同 所以不能直接用溫度變化的比 看誰大誰小小 要看的是 不是看S嗎 是要看什麼 M層S嘛對不對 所以叼啦T不能夠直接對過去 誰來公式 算 加熱一樣的時間 表現熱量一樣 熱量就是1 熱量就是1 好 熱量就是1 所以就是1 85乘1乘DataG 85DataG 有就是 51DataG 那那個可愛的某議題呢 1 1 170乘0.5 8 跟誰一樣 跟水一樣 所以他表示他的溫度變化 其實跟誰一樣 水一樣 所以呢 跟水一樣 所以我們怎麼辦 那誰是水啊 大家 你是水嘛 所以呢 我們就要跟你重點 誰答案選出 好 誰答案選出 好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這就是 質量不同的時候 質量不同的時候 我講過了 學測考過之後 大家就愛考了 愛考了 你要注意一下 質量不同的時候的處理方式 不是直接看比熱 要看的是質量成 比熱 那個比較大 溫度不容易變化 那個比較小 溫度就容易變化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06